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团队利用青藏高原望远镜测试光速的恒定性 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 美国和中国将坐下来应对改变世界的风险 债券市场涌现出大量用于资助并购交易的交易 如果塔利班想要在阿富汗获得合法性 就必须放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日本北海道的扇贝出口到东南亚地区激增250% 请大家收看 中国团队利用青藏高原望远镜测试光速的恒定性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利用大型高海拔空气阵列观测站 LISO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测试 并发现在观测到的最强大的宇宙爆炸中 光速似乎保持不变 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宇宙是一个对称的地方 即洛伦兹对称性 这是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的基石 这项研究对洛伦兹对称性的违背提供了最强约束 并暗示自然界可能不存在线性类型的违背 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 美国和中国将坐下来应对改变世界的风险 澳洲ABC 预计美国和中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举行会议 讨论人工智能AA的负责任发展 此前官员和专家们进行了多年的游说 关注点包括利用AI破坏民主 实施欺诈 导致失业和发展军事应用 生成是AI的快速增长 使得人们担心 它可能被用来影响公众 并颠覆政治进程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认为 任何关于AI框架的讨论 都需要关注军事用途 积极合作和可能的领域 美国计划推出一个AI安全研究所 要求开发者与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 中国已将某些信息来源列入黑名单 禁止用于训练AI 并要求大众市场的AI产品 在发布前经过审批 预计这次会谈将涵盖广泛的议题 因为AI在武器和日常任务等许多领域都有应用 债券市场涌现出大量用于资助并购交易的交易 彭博社 如果塔利班想要在阿富汗获得合法性 就必须放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南华早报 据联合国报告称 基地组织据称在阿富汗建立了八个新的训练营地 在喀布尔和赫拉特设有安全屋 在潘杰西尔山谷储备了武器 并在阿富汗东部运营着五所伊斯兰学校 塔利班与较小的组织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PTP 和巴基斯坦圣战运动PJP有联系 这些组织在巴基斯坦的邻国进行了恐怖袭击 塔利班外交部发表声明 表示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多哈阿富汗会议 日本北海道的扇贝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激增250% 日经亚洲 日本的渔业正在减少对中国出口的依赖 并在东南亚、美国和其他地区 建立新的加工中心和销售渠道 此举是在中国于2023年8月对日本海产品实施全面禁运之后采取的 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释放了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 北海道扇贝出口到东南亚和美国的数量增加 公司开始在越南加工扇贝并在日本销售 日本政府已拨款5.3亿美元支持受禁令影响的渔业经营者 观察家表示 美国正在瞄准那些避免选择立场的盟友 南华早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警告称 在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与美国不对齐的国家将会成为菜单上的菜 布林肯的言论被视为对美国盟友 尤其是寻求与北京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的团结呼吁 这番言论引起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强烈反对 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 这些不太外交的言辞代表了盟友担心可能导致双输局面的因素 柏林电影节 关于被掠夺的殖民时代艺术的电影获得金雄奖 德国之声 柏林电影节是欧洲主要的电影节之一 它将最高奖项金雄奖授予了马蒂 迪奥普的纪录片《达河美》 该片记录了法国将达河美王国的26件皇家珍宝归还给贝宁的过程 这部纪录片突出了殖民物品归还的问题 这个问题目前正在前殖民国家的博物馆中进行讨论 电影节还展示了其他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作品 凸显了柏林电影节作为欧洲主要电影节中最具政治性的声誉 西方领导人在基辅会晤 G7承诺在乌克兰战争周年纪念日上支持乌克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 7国集团G7国家领导人承诺支持乌克兰 G7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进行了视频会议 并发表声明称 当乌克兰进入这场持续战争的第三年时 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可以指望G7的支持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领导人们还誓言将继续以制裁的方式打击俄罗斯的收入来源 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 但这一承诺遭到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的阻挠 在其他消息中 俄罗斯无人机连续两个晚上袭击了奥德萨港口 击中了一座住宅楼造成一人死亡 在蒂涅波罗 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一座公寓楼 一次救援行动发现了两具尸体 作为回应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家俄罗斯钢铁厂引发了火灾 香港的陈茂波面临平衡预算的挑战 以帮助经济复苏 南华早报评论版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准备提交香港第二个后疫情复苏预算案时 面临着严峻考验 由于公共收入不及预期 城市的赤字持续上升 而各行各业仍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 房地产市场和旅游业也未能如预期般复苏 陈茂波必须在经济复苏的需求 与财政纪律和福利补贴的谨慎管理之间取得平衡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振经济 但可能还需要更重大的举措 预计美联储偏爱的通胀指标 将出现一年来最大的增长 雅虎 根据美联储首选的指标 美国一月份的潜在通胀 可能上升至一年来的最高点 凸显了控制价格压力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 预计较上个月上涨0.4% 这将标志着 过去两年中一直在下降的指标 连续第二个月的加速 而在三个或六个月的基础上年化数据后 两者都将在12月份低于美联储目标后 回升至2%以上 G7承诺加大制裁力度 冻结俄罗斯资产直到乌克兰战争结束 雅虎 G7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防止进一步逃避制裁 在一次在线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领导人表示 他们将对帮助俄罗斯获取武器或武器关键输入的第三国公司和个人实施额外制裁 他们还承诺对那些帮助俄罗斯获取有助于俄罗斯武器生产或军工发展的工具和其他设备的人实施制裁 领导人表示 他们还将继续剥夺俄罗斯发动全面战争所需的收入 并惩罚帮助克里姆林宫的第三国 中国移民寻求宗教庇护 但签证难以获得 日经亚洲 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正越过美墨边境并申请避难 经济困境驱使一些人以宗教理由寻求避难 因为他们无法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 去年 越过美墨边境未经授权的中国移民数量接近4万人 其他移民则以宗教自由为逃离中国的原因 到2023年9月 美国移民法庭积押的避难案件增长了约30% 达到了100多万件 瑞士表示 计划在夏季开始乌克兰和平谈判 彭博社 瑞士国防部长维奥拉·阿姆赫德表示 瑞士希望在夏季为乌克兰建立和平谈判 作为一个以中立著称的国家 瑞士希望能够将各国团结起来 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尽管迄今为止一直在努力 预计俄罗斯不会参加首轮讨论 瑞士计划创建一个包括金砖国家 阿拉伯世界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广泛联盟 外交部长伊格纳奇奥·卡西斯 邀请中国参加高级别和平会议 并正在等待回应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强调了中国参与的重要性 特朗普和拜登 两位老候选人争夺年轻的美国选民 德国之声 预计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将重演2020年的情景 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将是主要竞争者 如果其中任何一人当选 他们将成为美国总统就职十年龄最大的人 特朗普将年满78岁 拜登将年满81岁 候选人的年龄已经成为选民的重要关注点 尤其是年轻人之间 一些人担心拜登看起来行动迟缓、虚弱 而其他人则认为特朗普更能胜任这个工作 年轻选民表达了对理解影响他们这一代的问题 并采取行动解决的政治家的渴望 虽然年龄本身并不会使候选人失去资格 但年轻选民正在寻找能与他们建立联系 并理解他们关切的政治家 文章还指出 罗纳德·里根在接近78岁时上任 得到了年轻人的大力支持 因为他让他们想起了祖父的形象 然而 如今的年轻选民对拜登和特朗普更加怀疑 认为他们与年轻一代的关切脱节 从切尔西到拜仁慕尼黑 品牌们瞄准中国复苏的体育市场 南华早报 主要国际体育品牌将中国大湾区 视为通往中国市场的门户 该市场在COVID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后正在复苏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和拜仁慕尼黑 在该地区拥有庞大的球迷基础 并且他们相信在那里建立存在 将会导致市场上的活动增加 预计中国的体育产业 在未来3到5年内将以每年5.2%的速度增长 到2035年将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 6950亿美元 假日旅行延误引发中国对修建通往海南的 桥梁的呼声 南华早报 在中国海南岛和大陆之间 修建一座桥梁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为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前往该岛的游客数量激增了30%以上 导致游客离开时出现了延误 海南的航班票价上涨 渡轮码头排起了长队 一位广州的律师提议在穷州海峡 修建一座桥梁 但当局表示 该结构的位置 以及其易受地震和台风影响使其不切实际 实验性技术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月球登陆 雅虎 Intuitive Machines的IM一着陆器 也被称为奥德修斯或奥迪 于2月18日成功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 这是商业航天器首次在月球上软着陆 也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以来 美国制造的航天器首次抵达月球表面 然而 奥迪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 航天器经历了一次动态情况 迫使任务团队成员迅速思考以避免灾难 在奥迪着陆前几小时 航天器遇到了一个意外的导航系统问题 可能会阻止安全着陆 幸运的是 着陆器携带了NASA的导航多普勒激光雷达 这项实验性技术最终在实现这一重大成就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奥迪在一个月球岩石上 卡住了一只脚后侧着陆 但航天器仍然稳定 能够给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并已经完成了一些关键任务目标 Superbone将在One Friday Fights 58上面对 Maret Gregorian 南华早报 在One Friday Fights 58上 将有一个临时的雨量级踢拳冠军头衔争夺战 Superbone Singamon和Maret Gregorian 将在一场决胜战中对决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交手过两次 每人都赢了一场 第一场比赛中 Superbone在28秒内击败了Gregorian 而复赛以Superbone的一致决定胜利结束 Superbone后来失去了他的冠军头衔 并且目前正在休息 因此引入了一个临时的腰带 比赛将在Lampagne体育馆举行 预计还将有更多重量级比赛 不要让希泽再次拯救亚马逊 彭博社 这篇文章是根据彭博观点网站的读者点击量 总结出来的最受欢迎的故事 这个列表包括了一些话题 比如巧克力行业可能的崩溃 退休储蓄的未来 俄罗斯的水下威胁 谷歌和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等等 供应链和航运路线如何适应中东紧张局势 雅虎 巴拿马运河正遭受干旱的困扰 导致2022年前六周的船舶通行量减少了23% 洛杉矶港口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 运河管理机构正试图通过火车 将货物从太平洋运往大西洋 并继续运往美国以进行补偿 在中东地区 航运公司正降船只绕过好望角 增加更多船只以保持固定的每周服务 这导致进口商和出口商将他们的货物 转移到美国西海岸 塞罗卡说 在访问印度和东南亚期间 塞罗卡了解到 现在船东们开始将货物运往美国西海岸 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他补充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